我设朋友们的极限反杀 北京有一个著名的相声编一首家 他那闺女就是演戏的 竟跟导演睡觉 谁啊 你是没让人告过呀 狼哥这儿子来的太容易了 要是梁山伯 那我呢 就是祝英台 我还是他媳妇 我要是罗米欧 我呢 就是朱丽 到外国也没饶了我 我要是牛郎 我呢 就是织女 我都上天了 我要是爸爸 我就是爷 我就是爷 小白 你自己啥学历不清楚吗 英文懂吗 能听懂吗 啊 understand I don't wanna see you anymore 你刚才说了一句 什么方言 我这是方言 我没太听清 你知道吗 是啊 果然画质越糊 余大爷越敢说 一百 一尝才挣一百 便宜点 我叫于谦 我师父是师父坤 你去 五十 真给老艺术家面子 我再提一提 我那大荡居还便宜点 真会处处矛盾 没事少惹捧根 我这个题很简单 你只要回答我 知道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了 我是你爸爸这事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不对啊 不知道 也不对啊 哎 你有点缺德了 我怎么缺德了 你这是个死胡同啊 我知道不知道 你都是我爹啊 那我要问你 你怎么回答 我是你爹 你知不知道啊 我是孤儿 投酒的技能逐渐展现 不这么折腾我吗 听着啊 张九南 干嘛 霸演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就敢说这话 你把刚才那句话 你敢再说一遍吗 我霸演 我演 要不怎么人家是太子捧根呢 小白大黄两个人没干过他一个 演员对有自己的特色 对对 拿我们严和祥 严老师来说 严老师 人家的特色就是特别色 没错 你媳妇什么都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点比你媳妇就差 我跟你说 装装手机肯定有老国家的秘密 要不早被开除了 名字里有什么就是缺什么 缺什么带什么 你爸的名字起得好 我发觉现在的相声 和我小时候学的相声 感觉好像变了个味 不太一样了 你爸会 这么多人 为什么非让严和祥 给我捧根呢 我发钱了没 想占舅舅舅俩便宜 门都没有 五十多岁 有品味 导致跟十七八似的 这我妈吃了唐僧啊 这妈 看那个好像穿的叫什么 怎么说穿就是 一丝不挂 有那么一个成语 一丝不狗 一丝不挂呢 那是你妈哈 难怪巨匠是德语手 唯一捧根比豆根火的组合 我七岁开始学习的相声 老爸说的好啊 说什么 七岁学义九岁竞争 九岁竞心 重点竞心 差不多 差的太多了 就差一刀 马小蛋 差这刀就没有你了 这么大的伦谈有意思 伦理根有意思吗 这是伦理根吗 这不是骂你吗 这不是